本隊南兵守望哨人員於十四日動邀死去 在監控海面動態時 於化人海底前方海域 發現一艘漁船疑似因涌浪過大發生翻覆 本隊在接獲通報後立即派遣線上兵力 並通報花蓮縣消防局投入救援 在抵達現場後 船上四名船員均已自行游上岸 人員均安 後續由船長連繫 脫掉業者將船舶脫離